衰老是每个人都不可避免的生理状态,而运动能力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减弱。 可你知道吗?医生说,其实运动能力的减弱还影响着寿命。 近日,发表在英国医学杂志发布的一项研究就证实了这一点。 随年龄的增长,到了65岁之后,人的运动功能越差,死亡风险越高。 而在死亡前10年就会出现运动功能衰退的迹象,包括难以站立或者穿衣困难。 在平均10.6年的随访中研究人员发现,较差的运动能力和死亡风险有关。 步行速度可增加22%的死亡风险,握力增加15%的死亡风险,定时站立增加14%的死亡风险。 日常生活困难会增加30%的死亡风险,并且随着年龄增加,关联性逐渐增强。 因此,早期检测运动能力的变化可以提前预防机体功能的衰退。 一般来说,人体各功能器官在30岁之前就已经发展到顶峰。 此后大部分器官会以每年约0.8%到1%的速度出现衰老。 可参考一下四个指标,自测衰老程度。 步行速度 人在行走的时候,全身大约6-70%的肌肉群都会参与到,包括神经、呼吸、肌肉骨骼、循环等多个系统。 所以这一指标可以综合反映出老人的健康状况。 一般人走路速度为每秒0.9米,如果小于每秒0.6米,多半存在肌肉严重萎缩的情况,当心肌肉减少症。 而老年人,如步行速度小于每秒0.6米,可提升死亡风险。 所以出现步态蹒跚、步行等表现时,要警惕心脑血管病变。 如中风,需及时就医。 握力强弱 这一项指标是好是坏,对我们判断身体衰老程度也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它可反映出人的上肢力量水平,判断全身力量是否平衡。 向抬、拉、扯、拧、抓等基本动作都与握力有关。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体质测试一下。 如果达不到以下标准,说明运动功能较差。 男性 年龄60到40岁,小于27千克。 65到69岁,小于25千克。 女性年龄60到40岁,小于18千克。 65到69岁,小于17千克。 作战能力。 对于老年人来说,作战能力也是一项非常基本的体能测试。 方法很简单。 找把高度合适的椅子,双手交叉,放在胸前。 30秒内如果可以完成25次或以上的站坐,则说明下肢骨骼和肌肉力量属于较佳状态。 如果不能完成,则说明下肢肌肉有衰退迹象。 次数越少,衰退程度越严重。 日常生活。 一些比较日常的活动,比如穿衣服、上厕所、买菜、做饭、拧瓶盖等,都可以反映出老年人的生活自理能力。 如可以很好地完成,说明状况还不错。 如果这些低强度劳动都受限,则说明衰老在加剧,肌肉在减少,发生跌倒失能的风险较大,要小心一些。 除此之外,人是否健康长寿,还可以根据其脸部状态进行判断。 比较健康长寿的人,其皮肤比较细腻,而且脸色红润,给人一种精神状态良好的感觉。 但是,身体虚弱,寿命较短的人,通常有脸色苍白,伟黄的表现,总给人一种疲劳乏力,精神不振的感觉。 寿命的长短,还可以通过消化方面的情况来得知。 健康人其实胃口较好,而且消化食物的能力比较强。 在进食食物之后,通常有较强的消化能力,不会出现腹胀、腹痛、腹泻的情况。 但是,肠胃道功能薄弱的人,其寿命容易受到影响,在平时排便的过程中,就容易出现异常的情况。 多有消化不良的表现。 大家可以根据上述的指标测试一下自己的身体衰老程度。 如果测试结果不理想,则要想办法及时调整,这样才可以争取延年益寿。 2. 人一生有三个衰老转折点。 而据2019年刊登在《自然》的一项研究表示,衰老其实不是匀速发生,可能存在三个量变到质变的生理转折点。 分别是34岁、60岁、78岁。 1. 34岁左右,健康开始走下坡路。 到了这个年龄阶段,体内细胞的数量以及当中的水分开始逐渐变少,人开始面临机体衰老的第一个转折点。 此阶段的人处于家庭的顶梁柱阶段,上有老、下有小,一家的重担都压在了身上。 加班、熬夜、培养孩子、饮食不规律等都是常态。 而这些都可能为疾病的发生埋下隐患。 此时我们需要多花点心思留意一下神经系统和肌肉骨骼。 2. 60岁,各项机能开始步入老年。 到了60岁,细胞分裂、组织再生的速度都越来越慢,所以身体各项机能都开始衰退,正式跨入老年阶段。 再加上到了退休年龄,容易出现自己没用了只能闲着的形态。 此时如没有及时调整适应,很容易出现焦虑、不安、抑郁等问题。 身心两方面都会遇到考验,所以此时需要多关注循环、消化及免疫系统。 3. 78岁,衰老加速带来多种慢病。 到了这一阶段,衰老的速度会明显加快。 身体各大系统,包括神经、泌尿、呼吸、循环等都会发生明显的改变, 甚至可能伴随多种慢性病,患者的生活也会受到明显的影响。 根据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新发布的一项调查数据显示, 年龄大于或等于70岁的人, 受命损伤最为主要的因素就是心血管疾病, 占比39.11%和癌症占比15.4%。 所以要加强这两方面的防控。 衰老虽然是不可避免的, 但如果我们能在这些时间点适宜有效的措施去调整, 还是可以一定程度上延缓衰老,提升生活质量的。 三、中老年人也需科学运动。 合理科学的运动,对中老年维持身体健康, 延年益寿是有帮助的。 所以,鼓励老年人进行科学锻炼, 方法好也很多。 主要就是掌握好适合的运动量,运动强度,运动时间。 一、运动量。 根据世卫组织推荐的运动量, 成人及老年人想要达到健身目的, 每周至少进行150分钟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 大家可以均匀分配, 比如一天30分钟,锻炼5天就行。 下面表格是运动强度对应的运动项目,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二、运动强度。 运动时,一定要根据自己的情况来。 别强求,不然超负荷运动很容易引发意外。 一般来说,老年人锻炼时安全强度的心率为 安静心率加30到40, 可以上下浮动10次每分钟, 还可以按照呼吸快慢, 略快较快,出汗情况, 微出汗,全身出汗, 肌肉关节的感觉, 肌肉略酸胀, 且无明显关节疼痛和麻木, 酸胀,疼,麻,运动主观感觉。 挺轻松, 有些吃力,吃力等四个方面来判断。 如果都属于前面那个选项, 那说明运动强度合适。 三、运动时间。 想要达到健身的目的, 运动时间也是有讲究的, 少了没效果, 多了超负荷伤身, 所以运动的时间也要控制好。 一般来说, 一次运动需持续30到40分钟, 可以更好地提升心肺功能, 减肢。 医生总结, 随着年龄增长, 身体也会开始逐渐衰老。 对于这种正常的生理现象, 我们要勇于面对, 不可坐以待毙。 可想办法, 比如通过科学锻炼, 来延缓身体衰老的速度。 工作几年来, 小王的体重直线飙升。 半年前单位组织体检, 刚30出头的小王, 不仅体重超重, 还患上了高血脂, 脂肪肝。 拿到了体检报告单, 医生严肃地告诉小王, 血脂高有可能导致血管硬化, 堵塞, 甚至破裂。 而脂肪肝导致肝纤维化, 肝硬化, 甚至肝癌。 医生建议, 小王要立刻减肥, 调节血脂, 保肝护肝, 从而避免严重的疾病。 健身减肥这件事, 说起来容易, 做起来难。 一开始, 小王也尝试了打球, 跑步, 游泳等, 总能找出理由为自己开脱。 运动健身, 成为了三天打鱼, 两天晒网。 有时候, 竟然一两个星期不动一下, 去医院复诊, 又被医生严厉批评了一通。 有一天, 小王在邻居家吃饭, 说到社区一位七十多岁的王大爷, 原来患有高血压和心脏病, 天天与药罐子打交道, 但他坚持走路健身, 每天早睡早起, 早晚不行五十分钟, 几年来高血压和心脏病得到有效控制, 变得很有精神, 人也越来越乐观。 从他那听说, 走路还能防癌呢? 小王听完有点着迷, 又有点不敢相信。 这个走路真有这么大魔力吗? 一, 走路能抗癌吗? 对身体有什么好处? 专家解释道, 癌症形成原因众多, 可能是先天基因性的变异, 也可能是后天不良生活习惯所致。 而美国一项75万余人的研究分析显示, 每天运动一小时, 与乳腔癌, 子宫内膜癌, 肝癌, 肾癌, 结肠癌, 骨髓瘤, 和非祸其精灵八瘤, 这七种癌症风险降低相关。 每天一小时运动, 相当于正常速度走路, 骑自行车等中等强度运动, 散步走路可使人心跳微微加速, 也会使人进行更多的深呼吸, 这对人的身体健康很有好处。 俗话说, 百炼走为先, 钟南山院士就把步行视作世界上最好的运动。 他提供的一组来自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显示, 每周步行大于或等于四小时的 65岁以上老人, 比每周步行小于一小时的65岁以上老人, 心血管发病率会减少69%, 病死率则减少73%。 美国心脏学会2021年流行病学, 预防生活习惯方式和心血管代谢健康大会上 发布的一项研究也表明, 老年人多走路更长寿。 走路是一种很好的锻炼方式, 能够起到强身健体, 增强身体抵抗力的锻炼效果。 走对了路, 身体能收获这些好处。 1.降低死亡风险 来自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等机构的研究人员, 分析了美国女性健康研究中, 涉及16732名, 年龄在66岁至78岁女性的调查数据。 调查行走模式和部署与全因死亡率之间的关系。 在2011年至2015年随访期间, 有804名女性去世。 研究者将每天的行走模式分为两类。 一类是零星的短时间偶发部署, 如走楼梯, 行走去开车或做家务等。 另一类是不间断地行走10分钟以上, 其中可能包括有计划的锻炼, 如散步或去健身房。 结果发现, 不管是零星散步还是较长时间的不间断行走, 部署更多的人寿命更长, 且在约4500步之后, 这种效应趋于稳定。 具体来说, 开始零星走路能带来最明显的死亡率降低, 部署在3200步以下时, 与日常步走路的人相比, 每天零星走路部署每增加1000步, 全因死亡率大约降低28%, 同样, 长时间快走越多, 生存获益越明显, 每天走路超过2000步, 与不走路者相比死亡风险降低31%, 首都医科大学心血管疾病研究所胡大一教授介绍, 走路对改善心血管健康的重要性, 以得到一系列研究证时, 对血压较高的人, 最简单的运动方法就是走路, 走路可使全身60%到70%的肌肉都参与运动, 这样可促进内脏器官的血液循环, 最初可每次走500米左右, 每天三到四次, 以自己习惯的步伐走, 练习一段时间后, 速度可逐步加快到每小时5000米左右, 如果能持续每天走一段路程, 可以帮助血压下降, 也能给心脏带来好处。 三,避免脂肪肝 走路除了可以帮助增强心血管功能外, 同时具有轻度降低血压, 降低体重, 降低空腹胰岛素, 降低血脂, 减少体内脂肪含量等作用, 对代谢综合征有很好的控制作用。 北京师范大学体育与运动学院副教授 赵济生解释道, 渐步走一开始以消耗血糖、 肝糖为主, 持续15至20分钟后, 燃烧脂肪的比例逐渐增加, 持续到30分钟, 燃烧脂肪的效果才会比较好。 因此, 走路最好每天保持20分钟至40分钟的程度。 四,锻炼关节 科学合理的走路健身, 可改善心肺功能, 消耗人体多余热量, 减肥瘦身, 又可避免不必要的关节损害。 走路可以保持关节的灵活性, 加强关节附近的肌肉, 还可以加速关节液充盈, 减少软骨之间的摩擦, 缓解外界的冲击力。 但走路时, 要选择舒适的软底鞋, 以缓解膝关节硬力。 时间以每分钟不超100步, 每日30到45分钟为宜。 二,想要长寿, 怎么走? 四川省人民医院 骨科组织医师吴小敬表示, 见不走, 需注意五个不合适。 第一, 姿势不合适。 走路过程中, 身体前倾或后痒都不正确, 切记摆臂幅度过大或过小。 第二, 鞋子不合适。 硬底鞋或者登山鞋都不合适, 应该选择专业运动鞋。 第三, 服装不合适。 最好选择专业性的 套气性比较好的紧身衣, 或舒适、轻便的服装。 第四, 步速不合适。 步速过慢, 难以达到锻炼的效果, 而步速过快, 亦造成关节的损伤。 第五, 计划不合适。 没有科学合理的计划, 容易造成身体过度疲劳 或者拉伤等问题出现。 事实上, 科学的走路 并非如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 如果采取了不当的走路方式, 或者在不合适的地方走路, 则可能会对身体造成损害, 让长寿部变为减寿部。 那走路锻炼要注意些什么? 一, 不要过分追求步速。 持续过量运动, 轻者会关节疼痛。 严重的, 会有可能引发关节炎, 足底筋膜炎, 根腱炎, 骨膜炎, 髋关节滑膜炎等, 尤其对膝关节和踝关节的损伤比较大。 那么, 每天走多少步才算健康? 美国医学会杂志, 网络开放子刊, 在不久前发表了一项美国研究建议, 每天至少走七千步, 死亡风险就会大幅降低。 研究显示, 与每天步行不足七千步的人相比, 每天步行大于或等于七千步的人, 死亡风险降低百分之五十到百分之七十。 每天步行七千到九千九百九十九步或以最大。 而每天步行的强度, 包括时间和速度, 则与死亡风险无关。 因此, 不必过分追求日行万步, 只要动起来, 就比久坐不动要强。 二, 注意走路的速度。 如今行走速度, 已经成为判断老年人认知疾病的关键特征。 走得慢, 也意味着有更大风险患上痴呆症。 而来自美国杜克大学的莱因·拉斯姆森团队, 在美国医学会杂志上发表的研究结果显示, 同年龄段的人之间, 相对于走得很快的人来说, 走得慢的人, 生理衰老速度要快五年, 各项内部器官系统在二十多岁以后也会加速退化。 另外, 这些人的面部也看起来要更老。 所以, 要达到运动健身的目的, 最好是采取健步走的方式, 其速度的运动量介于快走与静走之间。 步行频率在每分钟一百二十到一百四十步, 走到身上出汗才能保证运动强度, 但也必须因年龄而异。 随着年龄的增长, 步行频率会逐步下降, 步幅也会变小, 这都是正常的。 三, 选择合适走路的时间。 专家推荐, 最佳步行锻炼时间是下午三点到晚上九点。 其理论依据是, 这段时间, 大气内的氧气浓度较高, 人的感觉最灵敏, 协调适应能力最强, 并且这时的血压和心率既低又平稳。 不过, 不同的个体差异, 只要适合自己的感觉。 晨练晚练均无大碍, 但要注意, 饭前半小时, 饭后半小时, 睡前一小时最好不运动。 世界卫生组织早在1992年明确指出, 世界上最好的运动是步行, 步行是最简单的运动形式, 不受时间、地点、天气、 人员等因素的限制, 也无需任何器具, 更不需要多少金钱。 只要愿意坚持, 随时随地、 随人和享受运动带来的健康, 赏心而又快乐。 但走路也并不是说走得越多越好。 短时间内大量的快走, 亦造成关节的受损, 损害集体免疫功能, 反而会影响我们的健康。 快走锻炼贵在坚持, 应注意量的积累, 避免暴走。 同时, 建议根据自己的年龄、 身体等状况, 来制定合适的走路计划, 循序渐进地进行。 好了, 这篇文章到这里就结束了。 建议大家, 一定要发给身边 所有的中老年朋友们看看。 也不要忘了右下角点击订阅, 和制衡相约, 每天不见不散。 我们一起成长, 一起幸福。